欢迎收看这节新闻爱纳文节 西非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 塞拉利昂宣布 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当地无国家医生 应用疫情已经失控 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多个国家 肆虐其中塞拉利昂疫情严峻 无国家医生已经在当地 设立多个隔离中心 不过他们承认能够做到的好有限 有医护人员说 以目前人手只能够专注照顾 被送到隔离中心的患者 未能走入社区追踪和患者接触过的人 形容现时掌握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 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宣布 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防疫措施为期60至90日 会出动保安部队隔离疫情爆发地区 并且会逐家族互查探有没有人染病 科罗马星期五也会去到基内亚 与地区领袖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如何对抗疫情 鄰国利比利亚疫情同样严重 由于医疗设施短缺 有新症病人被逼留在家 当局宣布隔离爆发疫情的社区 全国所有学校停课 政府非必要员工要强制放假30日 利比利亚当局形容 今次是重大卫生危机 呼吁国际伸出援手 今年3月开始 基内亚、利比利亚和塞拉里昂 先后有人感染伊波拉病毒 及后尼日利亚也出现确诊个案 几个月内造成超过700人死亡 死亡率高达6成 暂时未有疫苗可以预防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说 咨询过世界卫生组织之后 认为患者在客机上传染其他乘客的机会甚低 所以暂时不建议实施旅游或出入境限制 无线电视机者让好言不道 有分析认为 入于西非和欧洲 以及美国民间交往密切 如果各国不认真应对 可能会令伊波拉的疫情更加难控制 西非爆发伊波拉疫情 病毒传染性强 美国医护人员严阵以待 一个曾经到过非洲的人 到南卡罗来纳的医院求诊时 医院就即时封锁部分区域 又隔离这名病人 之后证实他没有感染伊波拉病毒 美国的传染病专家提醒医院人员要提高警告 又说当局已经发出指引给医院应对怀疑个案 相信伊波拉病毒在美国发机会不大 多谢国家英国政府召开高层会议 外相夏文达和专家会面之后 强调有信心英国不会爆发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说 伊波拉病毒在西非爆发 但现阶段仍属于可控制范围 所以不建议实施旅游或出入境限制 不过有分析认为 因为西非和欧洲以及美国民间交往密切 但美国每星期就有近100班航机飞去西非国家 少数人感染足以令疫症蔓延 情况就和早前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类似 全球各国必须认真认对 否则可能会令到疫情更加难控制 无线电视记者张晴明报道 有派医护人员到西非疫区的香港红十字会 暂时没有撤离计划 只在台湾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江永文就强调 本港有足够防御装备 驻台湾记者欧国向报道 本港红十字会说 目前有两名义工是西非 培训尼比利亚红十字会职员和义工 除非国际红十字会要求他们撤走 否则暂时不会撤离 而工作人员之后回到香港 会视乎情况再决定是否要采取隔离措施 因为他们和患者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的 所以他感染的风险是非常之低 国际红十字会方面 他的内部指引就是说 如果是没有参与到臨床治疗服务的 这些人员其实是不需要的 外申处子会继续在本港的角口岸 设体温检测 如果市民或者旅客发烧 并且在三个星期里面到过疫区 会被列作为疑个案 直接送到马加利医院隔离 以及做病毒测试 预计几个小时里面就有结果 到了台湾出席论坛的 食物围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就强调 本港有足够三个月使用量的防御装备 预留给前线的医护人员 又说曾经考虑效法沙士期间 要求旅客填写健康新报表 但暂时不会实行 除了会骚扰很多人之外 暂时我们看不到这个措施 会帮助到我们 所以我们都是比较针对性的 比如说我们和旅游界的接触 高永文今次访问台中 又参观当地的中医大学 和中药制药厂 参考台湾经验 无线电视出台湾记者欧国强调 当局说收到大报导